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大人 算你厉害 成盟就来夸奖 何母从来就是知错必改 所以永远不会连败两次地 你拦不住永隐和傅康安 是 我在城楼上 当然是可以拦住他们的 不过我要不在城楼上 谁也拦不住他们 何大人 您就赶快去城门楼上 当年的城门官吧 不急不急 我现在特别想去 季晓兰的月威草堂 听她给我讲讲鬼的故事 那真是精彩之轮啊 什么 你 你是巴不得他们早点进城 就老爷此言差语 这不是我巴不得不巴不得的事 何某人所做的一切 你刚才也看见 完全是秉承皇上的意思 不过 为了表现 为了表现我对于 石瓦哥的关心 想奉劝就老爷一句 你说 这傅康安一旦进城 将军可就难当了 石瓦哥少了一个帮手 却多了一条罪过 那就老爷 可就上脑筋了 你 好 好 不过何大人也别忘了 我归节也不会连败两场 那是那是 不过当年楚霸王 一辈子就吃了一次败仗 就是那干夏之战 那一次 就要了他的命 永远不是楚霸王 他是刘邦 行了行了 就老爷别在这儿耍嘴皮子了 快想折去吧 走吧 我真谢谢何大人的提醒 不老的 哎 福康安 水很凉啊 要不要洗一洗啊 哎 哎 福康安 别坐在那里像尊活佛似的 现在怎么办 现在连城门都进不了 怎么就花交 不能强功 只能智取 智取 怎么智取 我想过头皮也没有智 你看 看什么 不就是一群人在运木材吗 你再仔细看看 那像什么 哎呀 你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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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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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何大人呢 何大人早就走了 你 走了呢 人一炮打过去 那城门就要毁了 相对 皇上要开了 少女 �를 tekrator 民 quart 必定权政府 要贵报了 好彤 这个怎么办呀 长官要卡了 かな 靖公 什么 快快快 开城 开城 扶开 参见是我阿哥 岂山 这门大炮送给你了 这不是大炮 是 是 是一间树桩子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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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天狼 我们走 你 你干什么 是瓦子 我自己一个人去救花交 你疯了你 你知不知道天狼里有多少人在看守 你看看街头 但在这大门口就那么多人 多少人也拦不住我 那这样吧 你主公 我钻后 石瓦哥 你怎么天狼外比接应 那怎么行 我把你拉了回来救人 我自己躲在外头还像男子汉吗 石瓦哥 你不能才与街球 你都不怕 我怕什么 我要是接了天狼 最多只是丢官 而你要是接了天狼 你就当不上太子了 太子用什么了不起 花交要紧 你 傅哥 石瓦哥 你要当太子 为了大清国 你一定要当太子 傅哥 傅哥 石瓦哥 为了大清国 傅哥肯求你了 傅哥 傅哥 你自己小心别 后来 blank 早就嘴 奥哥 två 走 猿哥 快 他 走了 走 小心 下次 太好了 太好了 花枪在哪 在里边 花枪 我在这 花枪 皇上 皇上 朕当什么孙猴子 跑这大闹天宫来了 原来是朕的福大将军 皇上 你不是带兵出征打仗去了吗 怎么跑到这来了 我来救花枪 朕就知道你会来 早就在这等着你了 花枪救过我的命 现在我得救他 一个堂堂的大将军 竟敢违抗军令 擅离职守 你说你该当何罪 罪该万死 知道罪该万死 还跪着干什么 我先救花枪 再回天牢 进口审判 你想结天牢 我不会见死不救他 朕一将此案交给三法司会审 花枪不会下毒的 花枪没有下毒 他就不会死 三法司大臣 都是和尚的党羽 一求之河 我信不过他们 他们会草菅人命 朝中大臣与花枪 无冤无仇 怎么会草菅人命呢 除此花枪 是我阿哥也会受牵连 他就当不上太子了 歪道里还真是一大堆 你以为你到这来 就能救花枪吗 没人能拦住我 你胡闹 是没有人想拦着你 你结了花枪 他就成了越狱的逃犯 大家就更相信 是他下毒无疑 你不但不能救他 反而害了他 你想过吗 这 你算个什么将军 匹夫之勇 将军 您还是听皇上的话 赶快回去吧 身为将军 善离职守 可不能一走了之 请皇上 将费臣扶他恩 关在天牢 关在天牢 花嘛 他怎么在这儿 撒嬌 不做保佑 幻阿嬷 撒嬌 冬天 那里 哪里 豈 少 佛 萬俗 有 謝 闹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又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赏月 赏月 对对对 好好好 福康安已经发起来了 你继续在这赏月 福康安被抓了 谁能打败他 李志 李志 李志是谁啊 大内高手 李志在你脑袋里 那福康安没能救出花椒 他知道 要救花椒 不能靠忙 靠的是智慧 智慧 明天三法司就要会审此案了 你要想救花椒 赶快去找证据 准备打官司吧 有心 皇上答应三法司 会审花椒了 这个案子 我们赢定了 阿娘 永远最近干嘛呢 他呀 在太医院忙东忙西的 想帮花椒解除罪名 做梦的 永远杀出皇宫 又带着福康安杀进来 这么大的事 胡阿玛不但没有动怒 反而叫他自由自在查证据 哎呀 福康安已经坐牢了 违抗军令的事 他承担了 何妙 难道您还看不出来 我阿玛在暗中偏帮永远 我知道她在帮永远 那个女人整天缠着皇上 下了不少功夫 可是这没用啊 三法司全是我们的人 只要这案子一升堂 花椒 她就必死无疑 三法司全是我们的人吗 当然了 督察院 左督御史 大理寺卿 刑部尚书 这都是和珅的心腹啊 恶妞 这个案子表面上是水花椒 其实是水永远 你想想 这么大的事情 永远身边没有一个大臣帮的 不对 那三法司首席大臣 偏偏是我们的人 皇上也拿她没有办法呀 皇阿玛 皇阿玛平日就这么袒护永远 这么关键时候却不管她了 是啊 皇上在下什么棋呢 如果连额娘都不知道的话 那恐怕真就没人知道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 三法司会审不能停啊 这样吧 明天啊 你跟阿玛说 我醒了 说我康复了 没事了 你不是说再拖一拖吗 不用了 我本来装婚就是让和阿玛对永远有意见 现在没用了 我也明白了 丢不了芝麻 捡不了西瓜 咱得出新招 哎呀 你看 你都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有什么招啊 有 手足情深招 手足情深招 参见十五阿哥 嗯 你就是御医吧 哎 洛艳莎是你管的 是的 平常这洛艳莎都藏在哪的 在这边 请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太医院早就没有洛艳莎了 真是苍尘有眼啊 永兴啊 你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皇阿玛 我没事 您不用担心我 皇上 绝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你放心 明天三法司会审此案 皇阿玛 孩子有一个请求 讲 这件案子不要审了 哎 为什么 哎 傻孩子 你这么多说胡话呢 皇上请三法司会审 就是要给你讨回公道啊 不和你啊 我不要什么公道 也不要什么三法司会审 我什么都不要 永兴 怎么了 黄阿玛 我还要中毒的时候 身边只有永远跟花椒 如果咱们 真的对他们审讯的话 那永远一定会首当其冲的 不是他还是谁啊 不 我不相信永远会下毒 黄阿玛 这种人 你还替他讲话 黄阿玛 一定是有人故意下毒 要嫁祸永远 破坏我兄弟的感情 我绝对不得上他的当 永兴啊 你可真是长大了 皇上 这孩子太忠厚了 三法司会审 明天照样进行 不是有人 要挑拨你们兄弟的关系吗 不是有人 想看咱们黄家的笑话吗 好啊 那咱们更应该坦然面对 将这个案子 查他个水落石出 还是 还是黄阿玛想得更远 想得更深 娘娘驾到 娘娘 娘娘怎么会来这里 永远让我来的 她 让您来看我 她还好吗 她已经被皇上 囚禁起来了 囚禁 皇上真的以为 那毒是十五阿哥下的 能下毒的 只有你们两个人 你一个小丫头 当然不会下毒 十五阿哥 他也不会啊 十五阿哥 跟十亚哥 都在争太子 十亚哥中了毒 皇上当然会怀疑 十五阿哥下的毒了 花脚 这皇宫里的事情 你不懂 现在 不管是我阿哥说什么 皇上都不会听他的了 我听秦公公说 皇上打算让永远 自禁 永远说 他心里一直都想着你 他愿意以死 为你洗清罪云 明天 生堂以后 你就可以回家了 对了 这个 是永远 让我给你的 他说 你们这辈子 做不成父亲 下辈子 他会娶你的 这是那个洗物 你收好了 千万别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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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哥 威武 大人被告 归下 归下 是我干的 跟叔阿哥一点关系也没有 是我下的毒 是我要毒黑石亚哥的 是我一个人干的 都是我 他自己都是怎么回事 你 葛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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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 네 葛瓦 葛 这是华娇亲口招供的 不 这一定是他们动了大行 去大成招 三法司会审之前 朕亲自告诫他们 严谨动刑 大堂之上众目回馈 谁敢抗旨啊 华娇怎么可能会下头吗 爱是黑字 铁证如山 胡阿玛 这次审讯不算数 你亲自预审 荒唐 三法司会审 代表大行权威的最高权力 朕怎么能随便推翻他们的判决呢 那他们怎么判决的 独害皇子 冰迟处死 胡阿玛 您不会同意他们的判决吧 胡阿玛 胡阿玛 你怎么不说话 你要朕说什么呢 你可下着特色花雕啊 永远 永远 律法如山 律法是大清的支柱 朕是皇上 可是皇上不能亲手把大清的支柱给砍了呀 胡阿玛 胡阿玛 你不是不想救花椒吗 朕实在不忍心杀死你 可是朕也实在找不出理由来赦免他 胡阿玛 您是皇上 你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胡阿玛 你快赦免花椒吧 胡阿玛 快赦免花椒 胡阿玛 快赦免花椒 胡阿玛 你圣花椒 你 快赦免花椒 把她忘掉了 阿玛 封死 这 寅心 快赦免 我 我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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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 你这不是圣灵花椒 这是这 唯一能为花椒做的 不 花猫 你不能上花椒 亲的杯 奴才在 用印 这 明人 你要干什么 花猫 你不能出售花椒 朕亦已决 你不必装眼 这 朕亦已决给公公 封关 朕亦 在 那是我阿哥给我压下去 住 还愣着干什么 带走 不 不要 不要 放开我 花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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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上花椒 花猫 不能上花椒 花猫 不要 花猫 不要 不要 不要花猫 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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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哥 Tok 我阿ật 不要 不要 莎 莎 heroes con nothing 波 莱 记 皇ole 我 我要 为什么 为什么 我 我爱你 我怕我恨你 阿弥陀佛 一场大灾 总算躲过去了 阿弥陀佛 谢谢不算 阿弥陀佛 花椒认罪了 这个案子就算结了 使我阿弥陀佛 毫发未尚 好吧 行了你别败了 也该走动走动了 谁当太子还没着落呢 你放心吧 我这就去皇太后那 你看 我送的这颗珠子 比上回金家事送的那颗海大 上边的人要送 像秦大碑这样的人也要送 不就是个太监嘛 他们老在皇上身边 也许说不上什么话 可是皇上的一举一动 他们都清楚 有时候报个信啊 传个消息啊 那这事你去办 花多少银字 我来出 好 我现在就去办 皇上已经盼了花椒 斩力绝了 我知道了 可是还是便宜了永远 让他全身而退了 和你啊 你以为要打败永远的小子 就这么简单吗 光一次是不够的 你要马上的 彻底的给他第二次打击 第二次打击 谁去打击啊 当然是我了 难道会是别人吗 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还去打击人家 额娘 我不是要去打击永远 我是要去截花椒 截花椒 你疯了 额娘你听我说啊 我去截花椒只是一个提示 一个小小的提示 永远 他会顺着我这个提示 然后这个二愣子 就会马上去劫狱 那他就会酿成大错了 这才是给永远的致命一击 我会说啊 你试试 说完 跟永远的一真的 没想到 你可能越来越过 loops 如果是这样 更遇恿 我希望你给他们 你的致命一回事 为你 我eenth玩 为你 想到 你 没想到 你 我 想到 你 我 将军 你杀过人吗 你为什么问这个 反正我要被砍头了 这头 还不如你来砍 你这头砍不了 是我阿哥一定会来救你的 我倒不希望他来救我 为什么 他来救我 人家就会以为他和我有瓜哥 他会受牵连 你以为他不来就没事了 朝廷里的事复杂着呢 你只不过是人家棋盘上的一枚棋子罢了 我就是这个命 你怎么那么傻 这种事能承认吗 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有没有想过 是我阿哥又怎么能活下去 我知道 我们俩只能留一条命 我的命不知情 没了就没了 你真是糊涂 皇上也许现在只是在砌头上 免得他一定会去跟皇上求情的 这事情做病人会有损机的 我已改变不了呢 这么大的罪增地有人扛着 我希望他活着 是我阿哥 令你这样一个红颜知己 此生足矣 将军 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你说 这要我能做到的 一定尽力去做 好好照顾使我阿哥 他是皇子 照顾他的人有了事 他太善良了 他觉得天底下没有坏人 你得帮他 如果有人要骗他 你得提醒他 有人要害他 你就保护他 将来他当了皇上 那就是大将军 为他守护江山 师父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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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去到太医院吧 师爷要去天牢救花椒 在半岛上晕倒了 荒唐 你怎么也学永远 那么冒失 那天牢也是你能结的吗 慢点 没事 华马 花椒是不会下毒的 花椒他不能死 荒唐 岂有此理 孩子都变成这样了 你就少说两句呗 华马 花椒是我带进宫的 我绝对不能让他死在宫里 身为皇子 应当懂得律法 不能只讲义气 是 华马 可是孩儿此时此刻 只讲着义气 你知道学天牢是多大的罪货吗 知道 不在乎 当不成太子 你也不在乎 对 不在乎 就是 十五二个 请留步 何大 你怎么在这 我在这等十五二个呀 你知道我来这 花椒被求 你一定会来救他 我知道天老手被森严 我一个人没把这花椒出去 我是来杀他 你又杀了花椒 我不能让花椒身手易除 我给他留全尸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死 是我哥 这是至情至性啊 何大人 请你让开 你这样呈皮肤之勇 无济于事 我已经走到无路了 要不是为了救我 花椒他也不会死 你放心 花椒他根本就不会死的 可 可花阿玛已经下了圣经 站立一举 可有一个人可以救他呀 是太后 是我 何大人 你怎么能救花椒 你怎么忘了 我是内务府的总管 这天牢就归我管的 提审犯人的令牌 也在我手里啊 何大人 你第一次寻 出宫的令牌 出宫的令牌嘛 也在我手里啊 何大人 你也敢没靠圣局 那要看为谁了 何大人 是我哥 有句丑话 我得说到头了 你如果离开这宫中 将永远失去皇子的身份 将永远失去这荣华富贵 而且你和花椒 将成为朝廷侵犯 你们将浪迹天涯 风仓露宿 而且随时随地 面临死亡的威胁 只要能救花椒 永远什么都不怕 壮灾十五阿哥 请跟我来 舅舅 你今天去了天牢 我去看看花椒 你撒谎 你根本就进不去天牢 舅舅 我不是不想到您担心吗 没见到花椒 你又去哪了 我 不就到处闲逛一下吗 还在撒谎 你和赫申见了面 是不是 舅舅 连他们什么都知道 他跟你说什么了 不就是 随便聊两句吗 永远 毒蛇的嘴是用来咬人的 不是用来闲聊的 赫申是用心的人 平时都不爱搭理你 怎么今天突然有空和你闲聊 何生何许人 首席的军级大臣 朝廷的重视 他有三头六臂还忙不过来呢 怎么今天就有空跑到天牢那去闲逛 应该 他应该是去巡视巡视 怕是专门在那等你失误阿哥吧 等我 他又不知道我会去天牢 花椒在天牢啊 你一定会去 所以他在那等你 他等着我干什么呢 煽动你劫球救花椒啊 舅舅 我心里有数 花椒已经认了罪 任何人都救不了他 你就死着这条心吧 你笑什么 我叫舅舅 你还老把我当成小孩子 我是怕你上和神的当啊 舅舅 放心吧 您教我读了那么多的书 我还能随便上人家的当吗 你明白就好啊 舅舅也是一片苦心呢 明白 明白 舅舅 我今天的书还没有读完 我先回房去了 好吧 舅舅舅 这件事情一定要三思啊 师姨哥 我一定要救花椒 好 好啊 这臭小子 你已经变成男子汗大丈夫了 只好我身上这毒 未清楚 要是清了 我马上跟你们一起走 不 十一哥 你得留下 咱们俩都走了 花马绝对棘胜不了 对 你说的没错 我还真舍得花马 十一哥 你比我能干 花马需要你留在他身边 先不说这个 永远 你记住 你出去以后 一定找个地方 马上安顿下来 然后你需要多少银子 你就告诉我 我会亲自给你送过去 十一哥 这件事你就别担心了 你需要担心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 是不是 太子的事 你得好好干 一定要当太子 永远 保重 我保重 我必须不想 你发现 工